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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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一师首战告捷 所以当时申报上海的这些主要报纸 包括大公报都介绍五十一师 说打得非常好 而且还有登了王亚武的大照片 王亚武的前线指挥作战的照片 包括后来抗日大话策里面全部都有 当时他就比较有名了 11月5日 日军第十军十万人在金山卫登陆 驻守上海的国民党军损失惨重 几十万大军被迫撤离上海 王亚武的五十一师负责殿后 这个时候国民党部队已经溃兵如潮 但是五十一师且战且退 阵型丝毫不乱 当王亚武率领师部撤退到南京郊外的通锦门 纯化阵时再次接到上风命令 就此布置阵地 准备参加保卫首都南京的战斗 此时的五十一师 人员装备尚未得到补充 一口气还未喘云 就与进犯的日军交上了火 真正的恶战在纯化阵展开 然后七十四军到了南京以后 因为唐生智要求守南京 蒋介石当时就命令 有些从上海宋湖前下来的部队 让唐生智来指挥 在南京的外国地区 就是它的外围地区 纯化镇这个地方 七十四军是首先跟日本的军队遭遇到一块的 十二月七日 由胡鼠北进之地大约五百人 向五十一师所在的宋树夏王树阵地攻击 并向方山迂回与五十一师三零二卵接触 又以一步约二百人向上转攻击 企图由左翼窜入威胁纯化的侧背 面对纯化正面 则以炮火飞机竞向轰炸 前锋再施以猛烈攻击 战况异常激烈 王耀武率领的五十一师不甘示弱 以硬抗硬整整两个昼夜 打败日军进攻十余次 交获敌军步枪三十余支 必敌两百余名 伤敌三百余人 而守军官兵的伤亡 也是达到九百多人 日军知道遇上了劲敌 十二月八日 由胡鼠又调集援兵两间余人 跑十余门加入团战 又以主力部队由上桩抄袭破口山 切断守军退路 五十一时奋起反抗分兵把关 仅一天伤亡击达一千四百余人 有人请示王耀武是否撤退 王耀武掏出手枪说 谁再敢混乱军心 以连作法处置 五天后 王耀武接到撤退命令 此时的南京城内 已经乱作了一团 街上全是逃难的百姓 和溃散的军人 因为损失惨重 国民党军的这次撤退成了大溃逃 当王耀武率领残部 赶到一江门外下关一带的码头时 发现江边黑压压一片 全是军队和难民 早已经没有了可渡的船只 幸好于济时 未雨绸缪 悄悄为王耀武预留出一艘小火轮 王耀武才得以逃出生片 然而 南京一战 他的五十一师几乎损失殆尽 四名团长一死三伤 连排一击的基层军官 损失达三分之二 部队伤亡超过半数 王耀武向蒋介石请罪 学生未能完成任务 请校长严惩 蒋介石安慰道 第七十四军何罪之有 你们不为蒋敌遇邪奋战 我要向全军通报表扬 并对于济时说 必须尽快补足第五十一师的损失 这是全军最能战斗的一个事 蒋介石的这句褒奖 让王耀武的五十一师身价倍增 1937年11月29日 刚从松户战场率部撤退 至南京郊区的王耀武 接到上风命令 就此布阵 投入南京保卫战 经过血肉模仿般的罗电一役 五十一师耗损巨大 而此刻未经休整 部队就又被命令投入一场新的战斗 战前为了做好军事动员 蒋介石亲自在铁道部主持了战前会议 并指明王耀武列席参加 会后两天 蒋介石又在中山陵 向师团以上军官驯化 鼓舞士气 原本还心疼自己部队将士的王耀武 见蒋介石大有在此 与日军决一死战的决心 他立刻振奋起精神 向五十一师的全体将士们进行动员 在他的动员下 三名六团团长胡豪高喊 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投 十二月七日 五十一师所欲全部全体投入战斗 经过五天激战 国民党军最终不敌日军 被迫放弃南京 十二月十二日 王耀武接到命令 率部突围渡江 这一天 三名六团团长胡豪 在南京水西门战斗中 壮严牺牲 我们在战争中成长 我们在炮火里相从 我们死守过罗典 保卫过首都 驰援过徐州 大战过南风 南巡县 险境中 张古山 血染红 我们是国家的武力 我们是民族的先锋 这首歌曲 是著名作家田汉和仁光 为七十四军创作的军歌 抗战八年中 七十四军抗战的传级战绩 随着这首歌曲的传唱 风靡全国 这首歌 唱出了七十四军 参加过的重大战役 而这些几乎涵盖了 国民党军在正面 抗日战场上的所有大战 死守罗殿 保卫南京 驰援徐州 大战满风 而接下来的 便是万家岭一役 七十四军将士 血染张衣衫 1938年7月 日军兵分两路 沿大别山北路和长江两岸 夹击武汉 刚从蓝风战场上撤下来的 五十一师又被调至武汉 此时的王耀武 已经升任七十四军的副军长 九月下旬 德安战役 也就是万家岭战役爆发 王耀武率七十四军 作为主攻部队奉命攻击 日军在万家岭地区的核心阵地 张古山 十月十日 经过几番猛攻 七十四军和其他参战部队 终于形成合围 兼敌一万余人 三百余人被俘 王耀武手下的汉将张灵甫 在此战中一战成名 当时这个集团军 十九集团军的这个司令长官 卢泽英就说 说这一战 这个七十四军呢 打出这个铁军的这个威风来了 所以这个 王耀武在这个战当中呢 是获得了七天白日勋章的 万家岭一战 奠定了王耀武和七十四军 在国民党军中主力部队的地位 此战意义非同小可 就连夜挺也高调赞美 万家岭大姐 往洪都于垂危 做江汉之宝杖 并与平行官谭儿庄 顶足耳三 盛名当垂不朽 随着七十四军的声名雀起 军长于济时 也是水掌船高 地位一路攀升 万家岭战役后 于济时升任第十集团军总司令 他着力推荐王耀武 为七十四军的后续军长 1939年6月 王耀武正式走马上任 接任七十四军军长的王耀武 历经图治 着力加强部队的训练 王耀武之兵 以严厉著称 近于苛刻 烈日炎炎的盛夏 王耀武让部队坐五十公里负重行军 中途不得半点休息 许多官兵都因不耐酷暑而晕倒 王耀武却只丢下一句话 调队者训练量加倍 然而王耀武并不是一味地用强用狠 他常在训练结束后给部队加餐 如果伙食费不够 他就自讨腰包 很多时候 王耀武会混在大兵堆中 和他们一起大碗喝酒 大碗吃肉 因此深得人心 执行方面 他是有相当有的办法 包括他用的这些人 你看张灵甫 李天霞 周知道 这些人 都是在国民党当中 都是佼佼者 都非常棒的 这些将领 所以当时 黄埔当中不就说 山东这个三里不如一王 三里像李先舟 李玉堂 还有李延年 这都是山东的三个名将 而且都是黄埔一期的老大哥 最后都在王耀武手底下 王耀武做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 李先舟他只是副司令长官 所以黄埔一期的老大哥 和三个都比不上这一个三期的 所以可见这个王耀武这个人的 蒋介石心中的这个分量是相当重的 王耀武真正的腾飞 是在他的74军被选定为 直属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攻击军 1940年 根据美国圆华法案的协议 国民政府计划购买美式装备 在中央军中 临选四支精锐部队率先换装 第一批名单中 北方的第一军胡宗南部 第二军李延年部 以及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第五军杜玉明部 毫无疑问地名列其上 而第四支军队 蒋介石在陈诚的十八军和王耀武的 七十四军之间产生了犹豫 陈诚是蒋介石的干女婿 此时的蒋经国尚在苏联 陈诚算得上是半个儿子 他的兵力强大的十八军更可谓是 嫡系中的嫡系 然而在这件事情上 蒋介石却另有考虑 在国民党军嫡系部队的内部 一直存在着两大系统 第一个系统是和英勤派 第二个系统则是陈诚派 蒋介石深知三足鼎立的道理 他要为自己培植出一部亲兵 最后他将目光投向了 王耀武的七十四军 而七十四军能够首先换装 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 王耀武在国民党军中 人缘极好 深得人心 第二方面就是 他的人际关系比较好 人际关系好 就是跟上上下下的关系 都发现得很好 尤其是对上国 早年的学徒经历 使得王耀武深谙圆滑处事之道 据说 王耀武平日里生活简朴 但他的军部却养着 全国各地好几个厨子 只要上面人来视察 他看人下菜叠 来者是川人就有川菜招待 如果是粤人就用粤菜招待 王耀武曾经自夸 只有他敢当着蒋介石的面行贿 因为王耀武给人送礼特别自然 王耀武会做人 口袋里都是派克钢笔 都是什么瑞士名表 到军务局以后 就办个什么事 他说你见到人就说 你的钢笔就用用 我签个字 我写个什么东西 然后把钢笔一拿 然后他写两个字 说你这个笔不好用 你看看我这个怎么样 就把派克钢笔拿过来 就很自然地就给人家交换了 王耀武的原划 与七十四军的强悍结合到了一起 在军中的地位 扶摇直上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此时 率先换上美式装备的七十四军 也难成为国民党军的王牌军 而身为七十四军军长的王耀武 也已经成为蒋介石心目中的爱将亲信 此后 王耀武率领着他的七十四军 涌挑起了中国主力军队重担 几乎参加了所有正面抗战的重大战役 成为中国抗日的王牌军 继万家领战役之后 七十四军又在上高长德 大显身手 痛击顽敌 七十四军也因其顽强的战斗意志 和辉煌的战绩被誉为铁军 先后获得两面军界最高荣誉 飞虎旗 王耀武也因此被称为 抗日战争上的飞虎将军 1945年 抗日战争进行到了第八个年头 此时的王耀武已经是第四方面军司令 下辖第七十三 第七十四 第一零零军 这是一个由中央军嫡系部队组成的作战兵团 驻防湘西一带 当年五月 雪峰山战役 身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的王耀武 指挥着国民党军几大主力 给予日军以最后重创 出色地完成了中国军队 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收官之战 王耀武因此获得美国精致自由勋章 并获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45年8月 日军投降 王耀武在长沙受降 第四方面军受降后调至武汉 所属第七十四军 新六军 卫属南京 成为蒋介石的御林军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山东往事 下期节目再见